政府将修改妇女宪章 改善婚姻相关的程序 当中包括了增加一项离婚理由 让夫妻协议离婚 减少双方在办理离婚时 出现互相指责的情况 来看记者陈思玄的报道 黄女士三年前离婚 虽然过程并不复杂 不过必须点出对方的过失 以证明婚姻破裂 进一步使关系恶化 来是想友好的结束我们的婚姻 当我们开始进入这个法律的部分 我们就有很多争论 很多时候一个婚姻会变成这个地步 不是因为某人的错误而造成的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在国会 为妇女宪章修正法案提出一读 拟议增加一项离婚理由 就是双方同意离婚 不过必须向法庭成交几项证明 包括婚姻破裂的原因 挽救婚姻的努力 以及对于抚养孩子和财务方面的安排 这一次提议 在离婚程序当中 另加一项离婚的证明 让离婚人士能共同承担责任 而不是一味地把离婚的责任 归咎到另一方 我们希望这样能尽最大可能 保护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把孩子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社工表示不少个案中 双方都在供责中互相指责 也影响孩子的身心理健康 希望新的做法能缓解情况 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能够帮助到 夫妻更好地面对他们的问题 而且我觉得最关键的是 孩子得到最大的帮助跟照顾 如果还有挽救的空间 法官还可以要求他们再去寻求辅导 或者寻求帮助 当局拟易保留现有的规定 夫妻在结婚三年内不能申请离婚 新传媒新闻记者陈思悬报导